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在25號暗示 俄羅斯總統普廷在日前宣布 要在白俄羅斯部署的核武 目前已經出現在白俄羅斯境內了 這樣的消息一出 美國跟日本都表達嚴厲譴責 1月1日 我們將建立的特殊保護 在北京的特殊 俄羅斯總統普廷日前宣布 要在白俄羅斯部署戰術核武 而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25號暗示 核武已經在白俄羅斯境內 盧卡申科這番言論 克里姆林宮尚未證實 這恐將是1991年蘇聯解體後 俄羅斯首度在境外部署核武 白俄羅斯流亡海外的反對派領袖痛批 這是讓白俄人民輪為俄羅斯帝國主義的人質 美國國務院也表達強烈譴責 警告俄羅斯一旦動用核武或生化武器 將招致嚴重後果 不過並未調整核態勢 布署在白俄境內的戰術核武數量不明 仍然是由俄羅斯掌控 根據美國推估 俄羅斯擁有約2000枚戰術核彈頭 數量遠超過美國跟北約盟友 可搭載轟炸機、短程飛彈或是火炮 面對即將登場的烏軍大反攻 俄羅斯是否會停而走險 全球密切關注 林佑任編譯 中文字幕志愿者是否還仲在